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记得上一个影片 我是讲关于如何去规划购买你第一间房子 那今天的货题我想说的 做一些分享是 当你做完购买房子的动作之后 你下一步就是要去装修 那身为一个没有装修经验的人 你该如何去规划你的装修 然后它的步骤是如何 在今天的影片我会做这一类型的分享 根据我之前所有的一些经验 第一,你一定需要有的是你的预算 那我个人觉得你的预算需要做在 就是大概你的房价的20% 比如说你房价是300,000 你是不是需要做一个60,000 那如果你的房价是一个500,000 我们以现在市场面来说500,000麻痹的话 你大概需要做就是100,000 当然这些只是一个一个大概 但你也是可以减少也是可以增加 就看你选的一些材料啊 包括你想要多豪华的一些材料 那当然如果你是买一些发展商 它已经有具备好的一些厨房啊 一些房间的厨啊之类的 那你花的钱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那如果你是从零开始 我觉得你最少的预算都是要一个20% 那我今天会做的一个分享 是我一个老无幻星的分享 老无幻星我之前买的价钱是225,000 大概250,000 所以如果以在我说的20%就是50,000的预算 那我总共花了大概也是6万块左右 电器所有东西就是可以直接搬进去住的状况 是大约花了60,000 那我等一下会分享我装修前跟后的样貌 那当然第二点就是你需要有你的自己的屋子的平面图 平面图很重要就是说你可以好好地去规货你家具的摆放的位置 你哪里需要电插座啊 有哪些功能 有哪些作用之类的 比如说我哪里哪里需要放我的电视厨 在哪里我需要放我餐桌 可能我餐桌旁边需要有一两个插座 比如说我吃火锅用啊还是有一些你的安身 或者你可能需要多准备一些插座给你的生态的一些灯的功用 还是之类之类的 那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平面图 所以平面图在这里 如果你看到的话 这个是我本身自己所画出来的 之前因为这间是二手房嘛 二手房是没有任何发展上的平面图 你只能单靠你对那个的方向的记忆 那个layout然后你去量 你先买一个扯去量 比如说你的客厅有大概多长 然后对房间有多长 跟画之类 你养了之后你大概用一个 普通的画画的一个application 然后就大概画一个形状出来 然后再加你 你对你以后物质的一些想像 比如说家具的摆放位置 你再把它放进去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我需要的东西 就大概这样 那你如果你看到我现在的图 这个已经是经过一些的 修改 那我一开始画出来的图是这种 原本空的 那空的过后画完了之后再去对比 和我的房子才发现 其实我客厅可能没有这样长 我需要重新画过 去缩写 因为我这个马祖人帮 其实它是有加长出来的 就是额外 扩张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重新来去画过了 那画过的好处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知道说你的沙发你可以买多块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沙发是很漂亮的 可是很大 它可能装不下你的房子 那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有了你的平面图 你大概可以知道 从你的墙壁到你可以走的范围 你大概可以买的尺寸 是有多大的 然后你去做你的一些购买 跟一些你的规划 那这些就是我规划的 比如说蓝色的点 蓝色的点在这里是我的 我的冷气的位置 这些都是我的冷气的位置 那红色点是我会摆放风扇的位置 那房间 比如说双人床 你的黑色点就是你旁边的插座 哪里需要放插座 然后大概说 大概地点就好 多少颗插座是由你过后你 你会用的电器 而去 去加 去加 那这个黑色是主要是让 contractor 知道 我大概想做的样子 跟一些看法是如何 然后那个 凭一个大概拿一个 quotation 然后再慢慢地去 去增加或做减少的动作 那后面做完之后 我基本上来到这里 我就会有一个比如说 黄色是我的灯 我要大概放几颗灯 我自己想要去做一个预算 然后去做一个购买的动作 比如说这里我可能需要20颗灯 我就要去电 去准备 20或22颗灯之类 那 大约就是这样了 那做完之后 做了这些 有了这些之后 你再去找你的装士 然后去 去谈 你们的 他可以做出来的东西 然后大概是多少钱 他是不是包了我还是你需要 而来去找不一样的人来做 第三 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第三步 一定要做就是 水泥工 那我原本的屋子 你看我本来是有一个 在装修里面 在装修里面你一定要做 第一个东西 如果你有想改任何一个东西 你就是要先做 做完了之后 他才会 还会接下来 去做你的水电 你的厨啊 之类的 那原本我的 平面图是这样 这里有一座墙 那我这座墙 我是 不 不要的 我就把它推进 把它移来这里 然后这一面 我也把它推 推来这里 跟这一间 然后我的门就在这里啦 我的门就在这里 OK 然后 因为这个 后面的方向 这 宽度 长度 都没有什么可以用 所以我就打算 房间也特别小 所以我就 把它推去移后 然后房间也加长 一些些 把门移出来 所以我就有多一点的空闲 去做我常做的东西 然后厕所门原本是在这里 我也是把它打掉 把它关起来 然后在这里 做一个门 好开的方向 当然 老人家对风水 还是有一些 顾虑 那那时候我就把它 在这里 在做的一个门 灌起来 有好处就是 你煮的东西的味道 都会向外 飞嘛 然后第二就是 你冷气 如果你有开冷气 或你冷气 也不会冷吃 嗯 就这个就是我当时 做的一些考量 那 基本上剩下就是 跟着我原本 想象所 豁出来的东西 去 去走 啊 第三做完之后 当然你就要去拉你的电 你的电就是 让工作人员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的一些 去做敲敲打打的 然后你当你敲完了 然后你就开始去 拉电 这些一些照片就是 之前 那你看他们这里 都画一些东西 这里 就画一个 一个电的 一个point 应该要放在哪里 之类的 然后 拉了之后你就是 那时候你就要好好跟你的 装修老说你在 某个 定点 你需要多少个 插座 插座基本上都是根据你 个人使用习惯来去决定 那比如说在电视厨那边 我会建议你 至少放一个五个 比如说你 你可能会有电视机啊 你会有一个音响啊 然后你可能 软件 放在哪一边 然后你再准备多一个就好 然后我也会建议你再做一个double pole 就是 你的电线这里是连接这里 当你开关 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控制完全部 当有一些独立处来的 就是比如说两颗 是for你的internet用的 你就要把它独立出来 就不会被这个开关的影响 这个需要你跟你 拉电盒 去做一些 上量 然后这里主要都是控制我的 灯呢 我的风扇 啊 包括外面的一些灯 呃 神台的一些 东西 呃 包括吊灯笼 那些东西 都把它设计进去 那这些东西 你需要去 上量 然后这里 也是船头柜 的 左右两边 可能我就是会放一些 啊 充电的 之类的 好 那这里是厨房的一些状况 厨房的 比如说三颗 我是想到 啊 有一些是 抽风机的 有一些是 开灯的 那 那我 主要电放包 哪里 啊 air flyer 什么之类的 你就需要去 特别去规划 好 做完电了之后 你你刚才也是有一些灯嘛 接下来就是包括风扇 acor 位置 同时间一起做 做好了就是会上 那个blaster ceiling blaster ceiling 上呢他们就会开始 挖灯的一些 这些 point 好这些东西都是你 根据你的平面图 你说给的平面图来去 做出来的东西 好那你做出来的这件物质的 基本上 大概的东西都已经成型了 啊 那接下来剩下就是做你的 橱柜啊你的 一些东西家属家居 那你看这个已经 已经是一个半成型 你的样子 啊就会 可以得到你的一些想象 那当然你在油气上去就会 更加不一样 啊包括我上了灯 我的 我的冷气 之类等等 就这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你看 一下这个房间风扇 灯 出来油气 每天都没有 那全部东西的感觉就已经七七八八完成了 那 你的橱柜 你可以去购买加持一个动作 然后去把它 添入进去你的屋子 那你如果你预算本来就有限的话 我会建议你的屋子去买一些 loose furniture就好 当你有钱了之后 以后你再做 built income 一点动物 什么 啊主要是先 先住嘛 那如果预算一有 大理物直接去 去 做好 他们也是会自己来 组装 那会根据你的房间的大小状况来去 去做一些 一些动作 那我这里很多省的东西其实是在窗帘 我窗帘是自己去购买的 然后在自己去装 包括电器 你全部都是自己去购买 去寻找比较便宜的 然后你去购买 然后再给请 要帮你装 啊你比如说你看到我的窗帘 我是用这种 就是拉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在这个 在这个房间也不适合用 那些大片的布去做一些设计 那我就自己买自己装 本价应该就是很便宜啦 就少过100块马币而已 那你需要自己去寻找 类似的东西然后自己装 装你只是需要有一只电钻 基本上你都可以自己弄 啊 沙发 桌子 你自己 自己买 那些都有 便宜跟贵的选择 基本上跟着你一串去走 那厨房这里还是花比较多的钱 因为厨房在这里还是用 回水泥沟 然后用Alminium的门板之类的 去组装出来 啊这里会花比较多钱 就是在厨房方面 啊厕所我还是花了蛮多钱的 因为毕竟还是 翘翘打板好 重新见过之后 那个厕所如果你看到之前跟之后的样子 嗯 他会比较大的一些 出路 好那我个人觉得说 还是蛮值得去做 会干净 好活一点 啊 啊 不惜也是因为把那边墙移了之后 我就会比较阔可以把餐桌医药客厅 出来 所以他们是共享同一个空间的 啊 这个是我之前所做的一些分享 那 你问我 现在大概装俗费大余多少 我还是会跟你说就是 你做来20%多一点 那你需要自己预算多一个5 5%是会超出你的预算的 那很多东西我觉得你先把 水 水泥水电这些都做好了之后 家具方面都可以在后期再来去做一些添加的一些步骤 毕竟 暂时可以先住嘛 然后 然后 当你有钱或你可能再加多一个20%去做完整的步骤 那 那 价钱帮助高很多 那我这里的水泥 包括厨房 还有 屋外的一些 一些东西 总共花费是45,000 包括厕所的所有零件 都是45,000 那剩下15,000我是花在家具 还有电器方面 电器有四颗冷气 然后 然后 有一架冰箱 然后 沙发 三人桌的沙发 包括六人桌的一个餐饮 然后 还有房间的一些橙櫃 那那边总共花了一个大概15,000 所以总价 60,000 不超过60,000 所以这个是之前的一些混账 我之前还有装修过自己本身现在居住的地方 就 那个无价那个装修费 毕竟还是新的 所以我就没有悄悄打的 基本上都是做一些 冷气的东西包括一些橙櫃 花费也是大概在 20% 以下 那因为 主要是厨房已经有了那时候 所以我需要做其他地点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如果 你有兴趣有什么东西想问 就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谢谢 拜拜